联想S5000平板的外观设计 和我们之前评测的WebX是如出一辙 同样的织物纹理 同样塑料 同样的机身布局 同样轻薄 可惜的是 S5000取消了WebX的弧度屏幕设计 让我们拿在手里 总感觉少了那么几分精致 虽说是平板 但从正面看来就是个放大的手机 采用了完全虚拟式的按键 顶部是一个融合了听筒的扬声器 外加16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 音量键和电源键集成在了机身的右侧 后置的主摄像头只有500万像素 顶部有耳机接口 数据接口则在最下面 S5000的小小轻薄 让我们躺在床上看平板 基本不会扎到脸 作为一款7寸的平板 它的重量只有246克 这个概念就相当于 四个鸡蛋啊 其他的主流同类产品 基本也得比它多一个鸡蛋的重量 而它的厚度是7.9毫米 在平板的世界里也算是少见了 当然 除了造型轻薄之外 S5000的配置也很轻薄 WiFi版采用了联发科MT8125的处理器 3G版则是MT8389 名字听着陌生 但其实都是广大中低端手机所青睐的 MT6589处理器的平板信号 从参数到性能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能说差强人意 屏幕的分辨率为1280x800 PPI只有216 对于现在视网膜屏幕一抓一大把的年代 它的细腻程度依然是差强人意 500万像素拍出来的照片 看了样片还是差强人意 再当然 这也并不是说S5000就真的一乌是处 对于7寸的平板来说 我始终认为轻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关于屏幕 我们知道IPS面板有着不俗的可视角度 处理器虽说普普通通 但好赖也有四个核心数 滑动桌面没有什么不跟手 也能很流畅的看看电子书 我们测试了极品飞车时期和地铁跑酷 玩起来有着尚可的流畅度 结合安兔兔13000的跑分 这个中规中矩的评价算得上是恰到好处 另外让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联想官方为S5000推出了个性定制的活动 在其官方商城购买时加99块钱 就可以在背面刻上文字或者是相片 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虽说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未必愿意掏99块钱提前刮花他的后背 但是如果是走亲访友送个礼 经过自己定制的感觉 那可就不一样了 不过说起这个 我心里也是一阵心疼 拿到机器无不小心翼翼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 背面就出现了一道小划痕 可见这个什么的纹理 耐磨防刮能力并不是很好 就算不在官网客资画图 我想使用一阵后也会有独一无二的花文了吧 S5000同样去掉了年事已高的四页草UI 采用了全新的Webroom 但是相比WebX而言 去掉了很多特色功能 毕竟价位和定位在这摆着呢 在主界面上滑调出菜单 屏幕顶部左侧下滑调出通知栏 右侧下滑调出快捷设置 1080P的视频播放流畅 拖拽没有任何卡顿 也可以小窗口播放 不过鉴于屏幕的分辨率 我们用它看看720的视频 也就到头了 发射情况控制得很好 我用最高亮度跑了两个小时的极品飞车时期 机身也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温度 但尴尬的是 这两个小时也让我掉了40%的电量 然后把亮度换成自动调节 日光灯下观看在线视频两个小时掉电30% 省着点用的话 达到官方给出的8小时浏览问题不大 我手中的是WiFi版 3G版的应该掉电会更猛一点 总体来看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高性能高清屏幕的用户 S5000绝对不适合你 加几百块钱买个老板的iPad mini 也要比它强啊 但如果你需要一个能够陪你随处漂泊 随时可以拿在手里的平板 它也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毕竟它的售价只有1588 在其轻薄且还算好看的外形 以及中规中矩的配置等综合条件下 这个价钱倒也不算厚重 好了 关于S5000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百度爱极客